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指数已经升上25600 看看恒指的即时表现 现在来说都升到百几点 恒生指数最新是报25651点 升到156点 成交方面大概406亿多 至于成交比较多 当然都有继续腾讯排在头位 跌幅都有百分之一 报327.2 平保升幅扩大了 比组断的时候 现在升到百分之三 待会都要和Michael看看这一只的业绩股 差不多都上回90元的水平 刑负基金升两毫报26.4 汇控跌幅有大概百分之一 最优做56.25 有帮股价靠稳的 升四毫子 最新做75.2 另外看起来 就是成交比较多的股份 还有哪几只 包括有健行升三千报 5.74 中移动今天都是贼幅上落 现在跌5千报66.05 美团点评升到百分之1.5 做66 指申红基地产升到百分之3 做116.1 港交所都可以升到百分之1.8 最新是242.4 又要和身边的嘉宾Michael 先让黄敏石看看情况 刚才也说到很多蓝筹股 已经陆陆续续公布业绩 未来下一阵 比较上职最多的就是中资金融股类别 平保可以说是率先打响头炮 业绩方面 你觉得是否符合到你的预期 符合 其实有惊喜 因为之前有国际发展业绩 但你会看到 今次平保的表现都是成绩理想 其实有条件发展业绩 不知他为什么要先收盖 再给大家 比较惊喜 但是股价来说 都是真的 某个程度 都真的 可能等这份的业绩 就不会散得很重要 其实你尤其是看到 他真的有几个范畴 譬如是新业务价值 或者是投资收益 这方面都有个不错的改善 尤其是他可能真的拿债券 避险情况 程度比较上重 你看到他几番的业务 包括就是 受险和健康险 和财产险 有部分可能是受惠于税务方面 有部分也是因为去年来说 内地方面 其实见到国首都有的 都不断调整他们的险种 就是说万能险 或者自往来说 风险比较高的一些项目 慢慢减低业务的比重 然后就增加受险 或者是健康险 这些毛利率比较高的项目 而当然最重要是 平补来说 在业务签单方面都交到高过 新业务价值都做得很好 你见到今次都涨了差不多4.7% 当然一部分税务 就变了跌了五成多 总投资收益来说最重要 所以基本上 某几个范畴来说 都得到一个正面的分数 所以加上了 就好像很懂得选择 那个时间 公布业务 市况好像近期有叫做 穿穿气 所以一回来 今天就试图给个赞 给个估计来说 今天都 看看有没有机会 去到八九个九 有没有机会再充回 上九十元楼上的水平 以质数来计的话 其实就是一众的 中资保险股 是不是仍然都以它为首呢 保险股 我觉得这期 应该还是可以有机会 跑平银行股 这是第一 相对的银行股 尤其是浪漫方面 面对着经济因素 人民币因素等等 加上始终资金面方面来说 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宏观 或者是自己行业面对不利的因素 但如果大方向大环境来说 能见到比较高 又或者刚刚也适合上半年 刚才说税行的因素 或者是业务 或者是产品方面的调整来说 我想似乎保险股来说 那个走向来得简单 亦都比较上明朗 唯一就是说 你说去到下半年了 反过来 譬如那个 债市方面的走向是怎样 或者在内地方面 再加上A股的走向 会不会稍为影响 投资息股率 但始终保险来说 在内地还是一个刚性需求 在这方面的推动来说 我相信还是继续欣切 但会不会说 反而就是之前 有出过营起的 那些中资保险股 好像人秀或新华 因为已经预先告诉你 那份业绩是漂亮的 那好像人秀 还告诉你 是星辰颇弱的一些 可能真的出来市场上 没有了一个惊喜 就未必可以 好像平保那样 就是业绩公布之后 股价就扯高 所以他们是不是考虑 效法 收买收买 当然不是的 有些他们一定是有需要 而要披露的 但是你觉得很对的 因为反过来的消息 就是接收这个层面 反过来的烟气消息 其实都是出了 当然是预先反映 但是如果出到来 其实前瞻性 市场现在好看的 就是你看到指引究竟 那个方向是如何 就是如果你是 没有惊喜的 下半年可能都是 很有保留 管理厂口风 都是觉得 都已经方向已成 但是你的增速没有那么大 因为现在市场有 都常是逆市 我们这么说 要求是高了 就是说 如果下半年没有惊喜 现在股价先弹了 那就可能有机会回套 所以这个对国寿 因为始终它的底 你自己的底子 都常是低有弱 如果反映了相关利 好因素之后 大家就等等 亦都不排除 就是说市场可能浸弹了 大家会否是 选择一些榜 换马去评报 因为始终一路的质素 或者持续性是比较好 都不排除 所以这个都是说 背后虽然可能同一个行业 但是股价不同 或者可能披露 那个业绩的时间 或者是营业都不同 所以股价走向 都可能会有发展 下个星期 受到人秀派成绩表 不过再下多一转 去到八月底的时候 有另一类的中资金融股 就是内银会公布业绩 有没有什么期望 没有 很稳定 我又不觉得 可能股价是跌先 未必有太太失望 不过我想补充 刚才我说的国寿 和平保 我们可以有一个 你说前瞻性的市场指标 都可以看 就是看旧天相对强的指数 如果在平保来说 一路反过来 就是由低位 现在二十多 随着盈期升值 抽升去到五十 定义那些卖盘 都算是积极 和大家互相配合 也有前瞻性 好像市场比较like 比较乐观 但是国寿 反过来 你说得对 即公布了盈期之后 其实是无以为计 反而由五十跌下去 二十到现在 都轻轻轻轻轻轻 所以都是说 两个部署 可能有所不同 如果银行股 我觉得都是稳稳阵阵为主 所以惊喜又不是很大 希望反而公布了之后 都可以在这些位置 可以站稳 有部份的投资者 现在已经很聪明 趁好消息出货 所以不排除人手一 营起那一刻 其实有很多朋友 就已经锁定了利润 这一节谈到这里 稍后回来 继续有智虎通 交易时段专家坐镇 一同研究金股会部署 深入前出 轻松掌握入市策略 智虎通 同港股交易时段内播出